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孤獨是現在社會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因為小子化的關係,單身貴族又越來越多 尤其台灣逐漸步入了老齡社會 那這樣的議題就一直被大家所討論跟關注 今天呢,當我們老在一起就要來跟大家說 在丹麥的富翁用什麼樣的創舉來解決這個社會議題 在丹麥呢,有四層的單身家庭 而且呢,他也是在北歐裡面數一數二的高齡化國家 Flying Tiger的創辦人,萊布修茲先生 他相當於是丹麥平在商店之王 在全球呢,總共有950間分店 他個人遵出了他七成在Flying Tiger的股份 結合私財活化,創造出一個非常有創意的空間支援方式 釋除來解決孤獨這件事 萊布修茲先生,創造了一個不分貧賢富貴,男女老幼 在這裡人人平等,誰都可以進來吃個晚餐,參加活動 而這個美好的社交空間是由為在哥本哈根市中心的阿布薩隆教堂改造而成的 A.B.Salon的故事始於2013年 當時的文化部長決定關閉哥本哈根的六座教堂 2014年當萊布修茲先生拿出超過1000萬丹麥克郎買下阿布薩隆教堂 成為轟動一時的頭條新聞 過去進入A.B.Salon時,遊客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它曾經是一座高高的教堂 但現在看起來,宛如多個家庭可同時聚集的大型客廳 這個空間可容納180人 而友好的氛圍、溫馨的家具、強行的餐桌 這些設計都是讓人們與寬強的空間可以更加親密 設計師更使用鮮艷的色彩裝飾教堂的內部 讓建築物的內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大膽的用色也讓社交互動產生不一樣的火花 現在教堂已轉變為高度靈活使用的社交中心 在這裡可以找到瑜伽課、丹麥語課程、嬰兒韻律、西洋期比賽等 更重要的是一餐只要50丹麥克郎的晚餐 結合台幣大概250塊左右 在當地真的是非常划算的價格 而且在晚餐的部分 他們常常會設計一些有趣的活動 增加彼此的互動 比如說共識一隻雞或是大盤的食物需要傳遞等 透過共識的過程強迫人們有更多的互動 在這個美麗的空間裡承載著有趣的人事物 也成為哥本哈根最受歡迎的複合式教堂 看完以上AB Salon的案例之後 其實在台灣也有很多的教堂跟廟宇 那人們也常常因為信仰的關係容易聚集在一起 所以呢 假如今天有這樣的一個空間 其實對很多退休族來講一定是一大福音 那大家可以在這邊去做一些交流跟互動 那這不就是一種很棒的堅固韓國化和交流互動的影響力投資嗎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產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arish的資訊 第一時間分享給你哦 olive油 進去 再給我們一個比較重 兩個 漂亮 他